2019年,45岁的苏友鹏在社交网站发了张旧照片, 配文写着,回到改变命运的那一天, 小虎队万人签名会,参加过的可以在下面留个足迹吗? 照片中,小虎队三成员坐在敞篷车上, 洋溢着青春的志气,转眼30年过去, 那个时候的他们实在让人无法忘怀。 1988年至1998年这十年间, 华语乐坛风起云涌, 港台地区不仅诞生了Beyond、太极等知名乐队, 更有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四把天王这样的巨星, 彻底改变了港台现代流行音乐格局。 然而,论影响力,谁都无法超越他们,小虎队。 有人说,在小虎队之前, 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偶像团体,此话不假。 1989年,小虎队抱着没有多少人回来的想法, 在国父纪念馆办签名会。 未曾想,当天现场来了数万名歌迷粉丝, 人群甚至将纪念馆的铁栏杆踩坏, 整场活动因人流量过大, 几度陷入失控。 即便是解散20多年再合体, 小虎队也能引发无数观众的青春回忆沙。 为什么时隔多年, 小虎队依然是好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从爆红到解散, 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如今又过得如何呢? 今天, 十一就和大家聊一聊时代记忆, 小虎队。 小虎队的三个成员, 有着截然不同的出身背景。 苏友鹏, 于1975年, 出生在台北一个富裕的家庭。 父亲是武经厂老板, 母亲是中学教师。 他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细心教育和安排下, 不仅诸心算、 奥数、 写作、 英文、 书法这样的文化课要学好, 唱歌、 跳舞、 弹琴等才艺也不能落下。 在母亲的培养下, 苏友鹏称得上是十项全能, 成年后顺利考入台北大学, 是标准的高材生。 比他稍差一些的是陈志鹏。 1971年, 出生于台中市一个小康家庭。 父亲经营着一家唱片行和美容连锁店, 生活也比较富裕。 陈志鹏从小就泡在唱片行里长大, 因此迷上了唱歌, 很小就有了明星梦。 父母也很支持儿子的梦想, 还送他去学习芭蕾舞, 培养气质。 三人中, 原生家庭条件最差的是吴奇隆。 1970年, 他出生在台北市, 家中三个男孩子, 他排行老二。 吴父适度成性, 一家人因为他的原因, 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经常换住处。 吴奇隆兄弟三人, 也要跟着不停地转学。 不仅如此, 吴奇隆和兄弟间的关系并不好, 从小就被哥哥和弟弟排挤, 他从来就没有在家里找到过归宿感。 20世纪80年代, 日本流行歌手, 几乎包揽了亚洲乐坛的半边天。 那些十六七岁的少年, 在台上随意跳个舞, 就能让台下百万粉丝尖叫。 台湾经纪人宋文善, 已经带出过邓丽君、 凤飞飞这样的巨星, 手下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偶像团体。 他下定决心, 要组建中国版的少年队, 培养出个亚洲第一天团出来。 两个月后, 宋文善带着团队, 开辟了新节目《青春争霸战》, 并精心打造了少女偶像团体, 取名小猫队。 节目播出后效果不错, 于是台长决定投入更多资金, 让宋文善再去找三个年轻男孩, 凑成一个小虎队。 1988年, 18岁的吴奇隆正在念体校, 由于五年前开始, 家里欠下一屁股债, 于是, 他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打零工赚钱还债上。 洗车, 清扫大楼, 给楼梯打蜡, 当游泳救生员, 电子加工厂装零件, 冰淇淋厂做包装等等, 只要赚钱, 他都做。 就这样度过了青春期, 原本毫无波澜的生活, 被宋文善的出现打破了。 在一堆货架中, 慧眼石珠的宋文善发现了吴奇隆, 这个浓眉大眼, 嘴角微翘的男孩子, 在人群中格外齐眼, 也正是因为长相帅气, 他的生意是整条街上最好的。 宋文善果断上前攀谈, 问他, 会跳舞吗? 吴奇隆答, 会。 问, 会后空翻吗? 答, 当然了, 学体育的。 问, 会唱歌吗? 也答, 会。 最后, 宋文善说, 想不想上电视表演? 吴奇隆想也没想就回答, 想, 但是, 没机会。 看着面前率直的大男孩, 宋文善笑着告诉他, 现在机会来了。 就在这样看似随意的对话中, 小虎队中霹雳虎的人选, 确定了。 另外两名成员, 是以助理主持人的名义, 进行选拔确定的。 在海选现场, 15岁的苏友鹏, 戴着1000度的金石眼镜, 装着卡其色的学生制服, 拿着课本在看, 难掩书生气质。 宋文善看到他第一眼, 就喜欢得不行, 感觉他和自己儿子很像。 就这样, 乖乖虎的人选, 确定了。 最后一个加入的是陈志鹏。 其实, 他的海选报名照片, 是第一个被刷掉的, 因为大家觉得他长得太像张国荣, 没有辨识度。 可还是有一个工作人员, 悄悄将他的照片, 从垃圾桶里捡了回来, 这才有了之后的小帅虎。 三人第一次见面时, 吴熙龙和苏友鹏都懵懵懂懂, 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只有陈志鹏准备万全, 穿着披风, 戴着帽子, 背了个大包, 一进来二话不说, 就开始换爵士舞鞋。 刚开始, 小虎队并没有像小猫队那样受欢迎, 三人就这样在台里打了一年杂。 年底的节目中, 小虎队站在小猫队身后, 跟着唱了一首新年快乐的和声, 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试水的演唱, 竟然成为了小虎队爆红的转折点。 那一年, 整个春节期间, 电视台每天都在播放新年快乐, 观众部分男女老少都已经对台词倒背如流, 而小虎队的海报也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 火爆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宋文善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 台里每天好紧麻袋的信往里背, 这都是粉丝写给小虎队成员的。 很多粉丝根本不知道小虎队的地址, 只是在信封上写着, 继台湾, 小虎队收。 这一行为, 当时还气走了好几个邮局的小工。 但是, 为了不让三个年轻的男孩自我膨胀, 宋文善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他们。 直到有一段时间, 苏又鹏因为总是练不好舞蹈, 情绪特别低落, 找不到自信。 宋文善才破例给他念了一封粉丝的来信, 以做鼓励。 至于另外两位成员, 根本不知道新年快乐已经突破25万销量, 自己已经红痛了半边天。 1989年, 小虎队推出青苹果乐园, 瞬间成为当下最流行的音乐。 同年4月, 组合在孙中山纪念馆值办签售会。 开始前, 对自己名气知之甚少的三个人都在想, 这种地方谁要来呀? 可等他们到达目的地后, 发现现场的粉丝已经挤成了黑压压的一片。 纪念馆的栏杆被踩坏, 激动的粉丝让场面一度失控, 追星一辞正是由此而来。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 三个人都不敢相信, 一遍遍地追问工作人员, 这些人全都是为我们而来的嘛。 一个月后, 小虎队推出首张专辑《逍遥游》, 发布第一天就飙升到了排行榜首, 十天内在全亚洲的销量突破200万张, 是当年专辑销量的第一名。 随后, 他们只办了以《逍遥》、 《货柜》、 《小虎队》为主题的 20场户外公益巡回演唱会, 场场爆满。 还在台北创下了 场地最大、 交通最暖、 人员最多、 时间最长、 叫声最高的各项记录。 即使25年后, 苏友鹏仍旧对那的日子印象深刻, 还不赖, 就是货柜里蛮热的。 1991年, 小虎队推出了 至今仍令我们耳熟能详的《爱》, 并于同年8月 转战内地进行演出。 作为当时最早的养成戏组合, 他们在内地的火爆程度 丝毫不亚于台湾, 甚至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 在之后的华东水灾中, 他们更是积极参与了赈灾一演, 接着又在内地连开了12场演唱会。 期间, 因为接受央视的采访, 还专门为三人破例申请了军队直升机。 直到现在, 这样的破例还是只有小虎队一个。 从萌星到巨星, 小虎队用短短三年时间就完成了。 有很多人问过宋文善, 当年三只小虎好不好带? 宋文善总会回答, 他们很聪明, 很有主见, 很听话。 可事实上, 没有一次成功是随随便便得来的。 后来的陈志鹏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 就像滴水可以穿石, 那种不在台面上的暗流, 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无形地侵蚀。 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 三个人一起走过了彼此最难熬的时光。 队长吴奇隆为了偿还父亲欠下的巨额债务, 失去了选择人生的权利, 只能放弃原本热爱的体育, 专心做好一个偶像。 陈志鹏是组合中人气最低的, 长久以来和队友之间人气的差距, 让这个从小就有明星梦的男孩多少有些失落。 而过多的瞩目和期待, 则是苏友鹏的烦恼。 当时他要同时应对事业和学业, 有时训练到晚上十点多回去, 被路人看到就会说, 你不是乖乖虎吗? 怎么也玩到晚上十点多不回家? 所有人都在盯着, 看他能不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还好他不负众望, 最终考上了台北大学。 除此外, 训练的苦他们也没少吃, 有时可以二十个小时反复练习一个动作, 为了一个翻转, 体肉都磨烂了, 可节目还是可能说彻就彻。 如此种种辛苦和纠结, 旁人无法体会, 只有他们三个彼此鼓励, 彼此支持, 彼此依靠。 吴奇隆看苏友鹏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 便每每在工作前就帮他准备好吃的。 苏友鹏跳舞总是慢半拍, 陈志鹏也会抽出时间帮他开小灶。 而在苏友鹏高三备考那年, 吴奇隆和陈志鹏更是陪他一起停了下来, 等他考完再恢复工作。 然而当时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属于小虎队的黄金时代就快要结束了。 1991年, 陈志鹏应征入伍, 苏友鹏也要读书, 小虎队面临了第一次解散。 他们举办赞别演唱会的现场, 仅能容纳两千人, 可那一天却涌进了上万人。 三只小虎在台上哭得一塌糊涂, 面对未知了以后, 他们无所适从。 苏友鹏带着哭腔说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和哥哥们在一起, 哪一天可以再跳青苹果乐园。 吴奇隆过来搂住了他的肩膀, 泪流不止。 后来, 吴奇隆给两位队友写下了传唱至今的歌曲, 《祝你一路顺风》, 他们承诺两年后再见。 1993年, 陈志鹏退伍, 小虎队重聚, 可时宜是已, 那是华语乐团最辉煌的时期, 一位为天才歌手横空出世, 陈奕迅, 张振月, 狄克牛仔, 还有后来的SH1, 五月天, 蔡依林, 周杰伦等等, 属于小虎队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 1996年, 公司被收购, 1997年, 吴奇隆入伍, 这一次, 小虎队正式宣告了解散。 没有了当年信誓旦旦再相逢的期待, 三人不得不为各自的将来去闯荡。 不知是不是命运作怪, 解散后的他们, 几乎同时陷入了人生的又一低谷。 吴奇隆的父亲又欠下千万巨债, 为了填上这个大窟窿, 他不停地拍片, 消失一郎, 少年王, 路连很多, 人气却不见长, 事业一度搁浅, 还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 陈志鹏发布的单人唱片《销量不佳》, 和苏友鹏和也的还珠格格虽然爆火, 但他并没有吃到多少红利, 成了剧中的透明人。 渐渐地, 陈志鹏走到了娱乐圈的边缘, 开始做歌舞剧演员, 却因一次意外烫伤了脸, 做了手术后也一直被人议论, 他因此患上抑郁症。 发展最好的就是苏友鹏了, 还珠格格让他重回巅峰, 并相继出演《情深深雨蒙蒙》 《倚天屠龙记》等剧集, 塑造的很多形象至今被奉为经典。 可在此之前, 他的日子也不好过。 家中生意破产, 他却因为从台大修学, 导致形象一落千丈。 工作没有保障, 还有负担家中的开销, 除了每月五万元的贷款要还, 还有弟弟的学费要交。 命运迥异的青年人, 在为生活奔忙的路上, 经历坎坷和成长, 再次相见, 已是人道中年。 2010年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舞台上, 小虎队解散14年后惊喜重聚, 当再熟悉不过的歌声响起, 仿佛让人回到了那个狂热的时代, 无数观众为自己的青春, 也为他们的青春热泪盈眶。 如今, 距离小虎队解散已经过去了16年, 苏友鹏从演员转型导演。 作品《佐尔》, 嫌疑人X的现身, 分别拿下5亿和4亿票房, 成绩还算亮眼。 原生家庭悲惨的吴奇隆, 凭借宫廷剧步步轻心翻红, 还与搭档刘诗诗迎戏生情,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三人中似乎只有陈志鹏, 一直没有转运。 从抑郁症中走出来后, 他的唱片成绩依旧不理想, 从商也是不了了之。 近几年, 以时尚模特的身份重回大众视野, 却总是被批判, 其装异服, 大富翩翩。 好在, 经历过绝望的他, 懂得了千金难买我乐业的道理, 不再为看客的质疑而苦恼。 曾有人感慨, 仔细算来, 其实小虎队真正大红的时间, 也就短短三年。 仿佛一场青涩的, 持续时间恰到好处的恋爱, 然后就再也回不到从前。 2022年又是虎年, 有网友猜测, 也许这届春晚也会像12年前一样, 让小虎队再度重聚。 可惜, 直到新年的钟声敲响, 小虎队也没有出现。 或许, 即使他们再度同台, 再唱起那些我们记忆中的歌, 也找不回当初一起哭, 一起笑的感同身受了。 命运之中在摇摆, 时间足以让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变成无话可谈的旧相识, 那就祝各自奔天涯的他们, 一路顺风吧。